中美领导人再次会晤 重启对话 意味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场休息 美国西部时间11月15日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 费洛里庄园进行了会晤 为了迎接会晤呢 旧金山市还展开了一轮创位活动 搞得美国一些媒体抱怨 说政府早干嘛去了 怎么中国领导人一来就知道整理街道 打扫卫生了 说明平时不是没能力 就是平时不想干 还有人呢 看着满大街五星红旗飘扬 横幅标语悬挂 就感慨这旧金山有浓浓的中国味 这场会晤是不是中国有主场优势 甚至还有美国网民抱怨 拜登对中国跪着起不来的 可见全球互联网舆论还是颇有共同性 那么会晤结束以后 对全球关心的会谈结果 新华社已经报道了相关的过程和内容 从中国官方报道来看 这场会晤总体氛围被定性为坦诚深入 并且呢 在新华社最新的通稿文字里边 也没有出现建设性这个形容 不过中国外交部回应新闻界的时候呢 说双方谈得很好 用词是相互尊重的气氛 不过仔细看官方报道的会谈内容呢 还是能看得出来双方会谈中还是有很多话题不太和谐 比如美方就有报道说 说拜登又一次谈了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所谓人权问题 所以中方的回应中也能看得出来 是平和中带着锋芒 展望中带着批评 指出美国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 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 严重损害中方的正当力 要求美国把不支持台独的说法要落到实处 不能武装台湾 还警告美国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其实是严重分歧没有变 只是呢在这个时候 为了控制较量的节奏跟程度 双方呢需要一起踩脚刹车 避免碰撞过于激烈 所以很多人也感觉到 这是中美关系之间激烈博弈中间的一次中场休息 而且为了降低各自的内部压力 有可能在官方言论的调门和内容方面 进行有计划的调整 实质性成果当然也是有的 比如双方确定了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美方的报道说呢 是双方同意在无人武器平台上 限制使用人工智能 避免人工智能擅自开火挑起战争 另外呢还要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开展禁毒合作 这是双方互让了一步嘛 美国呢放弃了一些对中国公安部的一些制裁和限制措施 中国呢可能要对些化学原料的出口加强管控 另外谈到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 恢复两军高层沟通 中美国防部长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要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这都是美国一直反复提及的 为了防止误判造成冲突 恢复这种机制 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益处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因为一个情报或者判断失误 让中国进入核战争嘛 另外呢双方也同意 明年早些时候进一步大幅度增加航班 还要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 应该呢还是从经贸和文化角度考虑的 双方都需要在经济上补一补元气 也要通过民间的交流减少一些火药味 与之相对应 今天中国的各主要官方新闻机构还强调了会晤前 美方的热烈欢迎 还介绍了双方领导人一起散步 以及开会之前 拜登展示了手机上保存的中国领导人38年前的照片 然后呢开会之后 送中国领导人上车这些小细节 看来呢咱们的官方媒体还是要刻意塑造一个 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的氛围 而且各官方媒体的评论区 通过精选评论这种方式 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清一色的体现了这种氛围 未来呢我们还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大V要改变言论 这种改变呢可能会让一部分网民非常的不适应 其实啊如果这种变化能够导致将来我们的宣传口吻趋于稳定 而不是在两个方向上反复震荡 这倒是有利于防止舆论撕裂 维护社会稳定的 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去理解 这种阶段性缓和也好 未来的博弈策略的调整也好 绝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任何人低头 或者我们会盲目相信任何人 只要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文化实力 能够稳步的向上发展 我们就不会害怕中场休息之后的任何形式的继续交锋 还有拜登不是强调了美国不支持台独吗 那么中方也要敦促拜登政府 把不支持台独的相关说法落实到实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